世界最恶心的一家酒店一晚高达1000元 为啥吸引了无数游客 随着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强盛 人们的生活水平质量直线提升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外出旅行来放松身心 出门在外最先考虑的肯定就是住宿问题 很多人都会选择住酒店 现在很多酒店都是连锁 而且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 也有不少特色 最近却听说在国外有一家酒店 一晚收费就高达1000元 但生意仍然非常火爆 据了解这家酒店就位于比利时 同时也被顾客们称为钢门旅店 因为房间的造型非常奇特 非常奇特 被设计成了大厂的造型 很多顾客都抱着新奇的态度来到这里 不过这里的价格可不便宜 一晚上就要1000元 但仍然是预约不断 虽然房间的外形很奇葩 但内部的设施却非常完善 房间里有非常多的门窗 可以使顾客欣赏当地的景色 而且提供的食物也很美味 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可以说除了房间的外形让人难以接受以外 其他的都很不错 对此小伙伴们 你们有什么看法